大家好,我是Woody,好小型映平,今天說說道穴者 因為失聲了三、四天,現在開了六、七成就先說吧 我第一次接觸道穴者的時候,應該是在我的天堂城市裏面播放 在電影裡面,名字已經不吸引,道穴者是壞蛋掌門人 第一集裡面是偷穴亮,那就是壞蛋掌門人 我的層次是這樣的,我以為是找一群帥哥,柴娃娃 然後來到萊叔出場,萊叔是姜濤 那時候我已經說,喂,你一個年輕人,你面上都沒有經歷風傷 沒有些皺紋的話,怎麼像大哥 我說黃德斌就像了,那時候有些人立刻留言 嘿,你給些機會年輕人嘛,你這麼快就說他不行 那我今天看完這套電影的時候,我也要今天的 我打到左一滴哥,我也要認錯,反而姜濤OK 他拿著槍逼我做的,不關我事的,這個是你的問題 演到大哥,看這套電影是有解釋的,都做得不錯的 所有演員都做得很好 如果我覺得Edan的演技最好的話 其實另外兩個鏡仔成員都是追得很貼的 當然我會給分的話,整體來說我可以給到8分至9分 甚至貼近9分沒問題的 可能扣一分位的那些,我待會再說 可能都是跟姜濤有關係,或是有其他地方的關係 令我跌眼鏡就是,竟然是這麼好看 因為最主要的劇本,導演寫得很好 我之前,袁劍偉導演已經去到2020年死因無可疑 我真的是去進戲院看的 當中說說林家欣和黃秋生 電影裡面,看他們的演技已經大鬥發了 其實說真的,林家欣的演藝年資來講 已經輸給黃秋生 但是沒有輸到,那是好東西 而且電影裡面不斷吃著黃秋生 簡單來說,其實因為賭債前身 他是很難賭的 那怎樣填數呢? 那我就有握保險 怎樣握保險呢? 那就是有工商 怎樣有工商呢? 弄斷老公的手指 他連他自己的眼睛都是猛的 那所以,光說那個電影來講 他們看演技已經精彩了 死因無可疑 但是劇情呢,都猜到了 因為本身林家欣都很出 都知道他是大魔頭來的 但怎樣壞法呢? 但是這次導演者來講 更加精彩是什麼呢? 那個劇本,很多位是猜不到的 峰迴路轉位 我以為都是這樣 我猜到 原來不是 我以為都是這樣 又不是 我講得很精彩 浪接浪 所以為何會給到九分 就是這樣 而且我看完之後 杜穴者 哇,他的名字叫做得非常好 我以為是壞蛋掌患人 誰知道原來不是 是很有意思的 解得通的 來叔也是 我以為是 這個年輕人為什麼叫來叔 我以為又解到 姜濤也演得相似 演得越來越好 所以,好了 現在回到戲 為何會給到這麼高分呢? 第一 故事好 真的寫得好 那個劇本 導演他自己都說 根據有很多真人真事去改編 在他的演繹裏面 起碼有五宗真的個案 未必有關係 但他將他炒了一碟 炒得好 我真的覺得炒得好 是非常之通訊 行文流暢 其中一宗就是 罕匪劫柔件 這樣可以解得通 如果我再講下去 就變成劇頭 所以你可以不需要再搜尋 但你直接進去看 那你會明白 當中的精彩位在哪裏 故事精彩到是 我完全沒有發覺 我錯過了一件事 就是離場的時候 有一個觀眾說 嗨,都沒有美女 咦,我說是呀 沒有美女的 我們不是要看美女的 每次都想看美女的 最不喜歡就是看男人 很dry 剛剛才說完 連會不能停的裏面 有個美女中和下兩個男人 現在五個男人 又或者四個男人 都ok 其實很多都是 整部電影都是男主角撐著的 就算有一個女配角 日本人 都不是找個美女 找個歐巴桑 但就是這樣精彩 我都不畏意 原來沒有美女 故事是好到這樣 你明白嗎 劇情是這麼緊湊 是這麼緊張 刺激 是這麼峰迴路轉 以致沒有了美女 都沒有問題 所以你說故事寫得不錯 精彩呀 精彩 還有就是 你不是只說 一般的神偷電影 一般的河睡片 當中的營電影 都可以探討很多人生 苦趣原迷的問題 譬如導演 我講到 藉著Edan把口說出來 Edan說 這些對齊錶 對齊錶也就是 裡面所有的零件 都是真零件 但是砌出來是一隻架錶 可能用了很多真正的零件 對回那個時期的零件 就說是那個錶啦 但其實不是真的 不是一個1950年出創的 不是的 但是用了這些零件 砌出來給你 用了那個高價賣給你 所以所有零件都是真的 但是一隻架錶 這一句說話 其實是貫穿了整部電影 如果你是真正的 其實現實裡面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我舉一兩個例子 就是 他用各種東西去刺你 都是真的 你有說過 你有在那裡出現 你有跟誰在一起 好 OK 這些都是真的 但最後那個罪名是假的 現實裡面 比比皆是 看回特朗普 說他這個 慫恿民眾衝擊國會 哇 這個纏繞了他很久 真的 很多東西是真的 但加上那個罪名是假的 人人都有身受其外國的 總是有些東西是這樣的 或者我經常都說 那個吃豆苗那件事 就是 是不是有COVID 是有COVID 是不是傳染性很強的 是傳染性很強 那就要打針 那就要有疫苗 那些是不是疫苗來的 某程度都是 但是最後 人人都要打 那變了另一件事 是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但是是不是人人都要打呢 你明白我在說什麼 再說白一點 就沒有了一個控制群 就是當你人人都是吃豆苗的時候 那你證明不到那個豆苗有沒有效 你實話有效 那人人都打了 反過來 你需要一個控制群 是完全沒有吃過豆苗的 如果沒有吃過豆苗的人 都 survive 到 都是沒事的時候 這個控制群很重要 但是現在是沒有了 如果對這個題目有興趣的時候 然後你去聽聽美國國會的聽證會 其實有很多的 也都會說到有外星人 有可能插一下Facebook Instagram 聽證會 那你自己選一些聽證會來聽吧 那所以 那個問題 因為人生就是這樣 所以那句話 你真話 其實是超越了那套電影 所以電影精彩的地方 就是 它不是只是停留在緊張刺激 也不是只是停留在編劇裡面 怎樣令到故事峰迴路轉 緊湊到頭不和氣來 反而它也有當中的訊息 去探討的主題 這個主題 裡面零件什麼都是真 但是砌出來的錶是假的 非常精彩 電影繼續環繞那個 錶的問題 真錶假錶 最後你找一些 有公信力的人 去檢查那個錶 最簡單就是 翻廠 翻廠驗 但是其實你再想遠一點 是不是翻廠驗是最安全的呢 就是你翻廠驗的時候 你要給那個店鋪 你信得過那個店鋪 可以把那個錶送回廠驗 那那個店鋪不會耍手段 送的過程不會出事 原廠裡面的人真的沒有被收買 你明白我說什麼 就是你一路轉下去的時候 其實你翻廠驗都不是最安全的 你自己想一下 就是當一個人或一個機構 你沒有了一個公信力的時候 其實是什麼都不合理的 沒有人不會相信你的 有些人會覺得 我用回吃豆苗 喂 他是藥廠提供的數據來的 那就是藥廠提供的數據 你看不到有利益衝突的嗎 藥廠提供 賣也是他 提供數據也是他 你相信他 我剛才都說了 什麼都是真 但是那個結論是假的 無論如何 你各自領受 我看的東西 有時候是看得很闊的 或者轉得很深 我欣賞這部電影 讓我反省 或是有共鳴的地方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這些共鳴 所以再說遠一點 有些人會覺得 我不在乎哪些是真的 有些人會說 信仰都是精神寄託而已 在我角度就知道 你真金白銀 你買一隻假錶都沒問題 你信則有不信則沒有 那就是帶一隻假錶 沒問題 但是你花了一百萬去買一隻假錶 精神寄託沒問題 是不是這樣呢 其實現實裡面就是 很多人是這樣 我沒時間去講養子彈飛了 但是 那些人是會選擇相信自己想相信的東西 是選擇去聽自己喜歡聽的東西 就是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養子彈飛的裡面 男主角姜文在戲裡面 就叫做 張麻子 麻子就是生了那些暗瘡巴的意思 但是他本身的真名 不是叫張麻子 他的真名 是叫做張木之 木人的木 一個很溫良的名字 人是沒理由相信一個這麼溫順的名字 是一個大賊的名字 所以他把這個名字改了 改字叫做張麻子 因為普遍人都相信 大賊的名字一定有霸氣 整面都是豆皮、傷痕、麻子 還有樣子壞的 面目真靈的 怎知道姜文的樣子 其實是沒有那麼創巴 他又說出因為人緣那麼相信 那就改了改名字 那就可以side track所有人 人是願意選擇去想相信的東西 去喜歡的東西 去喜歡聽的東西 這個戲一樣 無讀有偶都是這樣 有時候都不管是真錶、假錶 看看人家怎麼相信 你給我真錶 但是人家都覺得是假的 但是戴在你身上就不同了 誰敢質疑你的錶 馬上的虛榮心 反過來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真真假假已經不重要 最重要是人家信不信你 最重要是你自己信不信 你信就行了 不需要再探討什麼 很少就是現實裡面很多時候是這樣 精彩的 當然啦 是我想遠了 或者你覺得 你過濾而已 你敏感而已 那你自己看看是不是 我欣賞這部電影 這個主題 貫穿整部電影 所有對奇錶裡面的零件是真 砌出來的錶是假的 他當中還探討很多人生價值 價錢和價值不是一定對等 價錢和價值是不對等的 有時候你看一些東西的價錢是很高 但其實未必是這麼有價值 那些可能幾萬的LV袋 那些可能幾百元的袋都可以 你用到就可以了 但有時候就不是的 牌子重要 又或者你認為沒有價值的東西 其實價值很重 例如親情 應該是值得去想的 很奇怪 你同一隻錶 大家同一個型號 嘩 你背後有個故事的時候 嘩 就托到價值很高了 大家為真相去必須 一隻錶 這樣就一百萬的了 白紙的眼睛 一百萬 下一次 我倒進了白紙裡 我也想說 我倒進了白紙裡 我倒進了我 這樣的爛錶 你這樣砌砌砌砌 就一百萬 大哥 我們的一百萬是多久才能吵 我沒有 所以 雖然是賀碎片 但你探討的東西 其實都是低的 你是不是只相信 你只想相信就算了 你不求真的 你只聽你想聽的東西就算了 你不求真的 你的心是被虛榮充滿呢 應該是值得提的 還有我覺得電影的精彩就是 說真的 你電影史裡面有這麼多套 不同的神偷電影 有一些我覺得是玩得太盡了 尤其是近期那些 因為沒有東西好玩 什麼都玩過了 你爬激光也試過 你Mission Impossible 怎麼刁鑽又試過 那你怎麼再吸引觀眾看呢 有些就玩到出實入化 可以玩魔術 反而我覺得這部電影 可以反駁歸親 落地一些 還有真實系 如果你真的要偷的時候 怎麼偷 剛才我講過了 因為是基於事實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時候 我鼓勵你 可以看完電影 才再考慮一下 因為2010年1月5日的時候 四匪離奇劫信劫油袋事件 可以看回 那同期 2010年1月 亦都在日本真的有發生過 相關聯的案件 那我現在不說下去 因為說下去就變成劇頭 就不要看了 但你看完電影看的時候 再考慮 你就真的不得不得讚嘆 但偏導的功力和用心 所以我給了這部電影 9分 絕對是劇本寫得非常好 剛才我講過了 沒有美女 我也覺得好看 我也不懷疑 所以劇本非常有心思 劇名非常之有心思 由我當初以為是 因為《懷疑掌門人》都 把名字改得好 有意思的 你有興趣可以看回 《導演解讀》那裡 那我不說了 還有四人小隊 各有千秋 這些就好像打遊戲模式一樣 或者電影公式都是這樣的 魔界一個小隊 每人都有不同的姿勢 這次一樣 你看到張繼聰最好打的 我沒想過白紙都是一個打兩個 我覺得那裡是跨了一點 不要緊 OK的 最不好打的就是Edan 和Anson Lo 身嬌肉桂 Anyway 但因為他們的角度強弱 是好看的 互相配合 配合到天衣無縫 不僅是他們的角色 和能力值強弱的問題 互相補位 在演技方面 我都不斤想到 導演說 有些時候我也不想大家笑 但大家笑 他問大家為什麼 當下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現在答到導演了 就是因為他選的演員 選得非常好 就是單是張繼聰和白紙來說 說真的 你論帥哥 他們兩個一定不是 你還對比兩個鏡子 一定不是 三個 一定不是帥哥 但他們很演技 在演技裡面 我舉個簡單的 例如白紙的樣子 Edan就說一句 你好像我某個朋友 我很相信那個朋友 白紙的樣子 立刻飄飄然 會心的微笑 那種感到開心 那種被人肯定 那種興奮 然後最後見到那個朋友 這個就是你那個朋友 對呀 我就說像你 那個樣子 那樣子 這個就是好笑的 我相信導演 未必是上那位 還是笑了 但因為是白紙的緣故 也因為 四人小隊 那種化學元素 你會笑出來 有說片末的時候 Edan都不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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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代入了白紙那裡 你不動我動的了 你不拿我拿的了 這些位置 因為是好演員的緣故 和他們四人 互相配合的時候 反而是那些笑位 是很自然而言而成的 即是他們臨場的發揮 表現 令到整套電影昇華 這個也是電影精彩的地方 有時候有一點 無心插柳扭成音的笑點 不錯 那我自己覺得 Edan的演技 是最好的 在我角度的 鏡子裡 但是 Anson Lo 也是比他的樣魂 他演得更加自然 那這次一樣 他演一個清潔的年輕人 OK 非常好 但他演有錢仔的時候 是剛剛好準確的 摸得剛剛好 那我看到Anson Lo的進步 變成姜濤 姜濤 我開始說他演來叔 不像的 但是看回電影的時候 一而我解釋到 為什麼他叫來叔 還有 他演大佬裡面 他的氣氛也足夠的 我覺得 一開始我以為他出一出 一邊唸 現在原來不是 他主要是一個角色之一 演大佬裡面 也有心肯手辣 演出來的 我也是有一點點跌眼鏡 只不過是一個所謂的扣分位 在哪裏呢 槍戰那一幕 很搓 很型的 換彈夾 換完彈夾 站直 瞄準 那一下 我就有一點點 不是笑位 我也想笑的 你在槍林彈雨之下 一來你還要搓 槍林彈雨之下 不再需要染護物 站直 又再瞄準 硬直半秒 我相信現實裡 都是中槍死鬼了 不過有趣的是 其實電影有修正到這個問題 就是由最初 有一個半秒硬直時間 之後呢 又修正了 那怎樣修正呢 那你自己看看 或者你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一個半秒硬直 很有趣的 然後還有其他讚的位 就是前呼後應 那我很快就可以入到電影 入到那個局裡面 我相信電影裡面 就是一個小時四十分鐘左右 你所有的起乘 轉合有齊 摘走緊袖 緊張刺激 還有探討有不同的題材 其實剛才我講了 什麼為真實呢 會不會背後你虛榮心 蒙蔽了你的雙眼呢 那我不得不提 就是當中的回轉位置很精彩 浪接浪 尤其是在中後期 我在扁末的時候 我根本想到是原場的時候 哇 反而一浪接一浪 好像不斷被人拳擊 哎呀呀呀 被人擊中的一樣 Combos Bom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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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一下而已 哈嚇耶 還有 這樣出來 所以我為何會給到九分 不單是劇本寫得很緊湊之外 太多風迴露轉話 我的欣賞就是想不到 還有很多前作在前面 神偷的電影在前面 仍然這一套有自己讀書一格的地方 也是真實是 源於真實案例改編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精彩 非常精彩 所以為何會給到九分 而一分所謂扣分的地方 真是姜濤的位置硬直那一下 是有點古怪的 還有打鬥位 你舉個例子 你對著日本黑幫來說 我覺得 反而日本黑幫的能力弱化了 弱化得很重要 如果是多多少少可能 我舉個例子 有張繼聰姐被人插刀 OK 可能我免得拔出來再插刀 可能要多一些位置 可能會好一點 可能會好一點 不過可能不想見血 因為俠家寬連營 又想出去變成河睡片 那樣照片的時候 沒有血的話 可能是那個位置令我一點 打得不夠 不過我問了我萊治 就說 夠了 對她的打鬥 對她來說已經太刺激了 甚至她一向不喜歡L字 按羅人來說 說了六次 我都沒有認真數 但我老婆都喜歡這部電影 真的很難得 因為當時有些L字的時候 我老婆就不喜歡 但是 OK 就是說 她都覺得電影好看的時候 不介意有L字 這部電影真的好看 就像我這樣 沒有女兒都可以 真的好看 所以一樣 支持本地的創作 又想又開心刺激的時候 盜月者是一個不義之選來的 那如果你喜歡以上的影片 請like, share和subscribe 多謝各位 拜拜